细雨中带着斗笠的小朋友 在农家骑老阿公的带领下 分成四个组别 分别在田的四边 听着农事指导员的解说 孩子们对于可以下田 大家都跃跃欲试 来 那我们这边呢 后面医药组的小朋友要注意看一下 我们会有请我们地方的 这些骑老呢 来跟各位做一下 我们插秧的一个示范 一个示范 事先育种的秧苗 原本卷成一个滚筒 现在拆解开来 分装在盆子里 骑老非常咸熟的抓起几株稻苗 很快的在前方十字格子里种下 每一排的范围不多不少 就是五稻 完成后再退后一步 进行下个动作 同时间没有忘记 把装着秧苗的盆子 再往后挪动 这就是老农民的智慧传承 各位小朋友来注意看一下 我们这些阿公呢 已经开始在插秧了 那早期的插秧呢 刚才我们有说的 它是往后退的 往后退的 那一个人呢 会插秧 插五株 五个点 五个点 你看喔 孩子知道 稻米的由来 让他们知道 他们吃的每一口饭的由来 最最终 最初的起源是什么 就是从插秧开始 而且我们今年是罗东振农会的创会百年 我们创会百年有一系列的 有一系列的那个庆祝活动 我们定名为百年情根 百年情根活动 宜兰县罗东振农会 庆祝设设立百周年 以百年情根为年度主题 这场插秧活动 首先揭开序幕 让齐老示范插秧的技法 小朋友夏田 也享受难得的采泥巴 学习播种耕耘的乐趣 公民新闻记者 吴玉如 赖志勤采访报道